欢迎收看寻找台湾感动力 我们要带您走遍368个乡镇市区 一起寻找追梦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张宁 节目的一开始要先带您到桃园大西 来看看这一间猪脚专卖店 每到了用餐的时间就坐无虚席 招牌的卤猪脚 选用的是温体猪后腿肉 以独门酱汁将猪脚卤到软嫩Q弹 一口咬下,唇齿流香 而这一间猪脚店的老板 本来是一位医生 在30多年前因为医疗疏失 被吊销了执照 让她的人生跌到谷底 在一次姻缘际会之下 她帮助了一位爱莫的老婆婆卤猪脚 因此学到秘方 没有想到靠着这一位从谷底反弹 也翻转了自己的人生 生红棕色的猪脚 卤之让表皮整个发亮 还没吃进嘴里就先闻到震震香气 猪脚又充满胶质的Q弹口感 大口咬下却又能入口即化 轻轻一拨就可以简单的分开骨头跟肉 让客人一再回味 它的猪脚不错味道很好又很烂 它这个吃的味道比较香 它比较嫩 这个猪脚的话是因为它有加威士忌 所以它本身的行为也去除了 就特地大老院重新煮了 这一家位在桃园大西慈湖附近的猪脚专卖店 已经有30年历史 老板黄彦堂选用台湾温体猪 而且只卖猪蹄跟中断 我选后腿 后腿没有瘦肉 瘦肉吃起下不下 一般客人不吃 他们只要吃这脚蹄 装到油皮的部分 要把猪皮处理到香Q 黄彦堂这一锅卤料里面大有学问 他用纯酿造的酱油膏调味打底 20斤猪脚还会加一瓶可乐 卤出来才会是漂亮的红棕色 再用酒提升香气 猪脚要Q而不腻 卤的时候得放入柠檬 黄彦堂想让客人吃得健康 猪脚里面绝对不加糖 用青香蕉去除又腻 这些都是他自己改良的小配波 但他的猪脚食谱 是一位90多岁爱莫的老婆婆 亲自传授 卤猪脚是一个阿婆教我的 他想吃猪脚 他儿子都不帮他卤 我说他叫我帮他卤 我说我不会卤 他说他教我就好了 就把卤猪脚技术写起来了 你穿浪之后有没有 要送一等冬裤冰 卤起来猪脚骨肉才会分离 被骨头跟肉咬在一起 讲到猪脚 黄彦堂表情严肃认真 每个细节都重视 其实今年63岁的黄彦堂 30多年前曾经是位医师 但却因为医疗疏失被吊销执照 早期的时候 我在屏東医院上班 一颗印章盖错 书学错误 人当场死掉了 吊销这位你叫不要吃饭 人生几乎绝望 他无所事事好几年 每天拿着钓杆 透过钓鱼沉淀心情 最后为了求生存 突然想到当年阿婆教的 卤猪脚 黄彦堂想开店 但妈妈根本不知道他会煮饭 被这个想法吓一跳 我要卖猪脚啥被我妈骂 你到底会不会煮 直到黄彦堂忙进忙出 卤猪脚 妈妈无名利才发现 儿子会做菜 决定也端出拿手的砂锅鱼头 电纸靠近十门水库 地缘关系 鱼头选用七到八斤重 肉质鲜嫩的野生大头莲 拆盖盖盖盖盖 锅鱼头有很多我们下去煮 最后冰冰再下去煮 鱼头炸到酥透去除腥味 砂锅则改用当兵用的铁脸盆 装进更多的料 用猪皮 豆皮 金针 芋头 香菇当锅底 其他食材就选用当令蔬菜 像芋头就大甲的 我用玉米笋 就是那个附近香的香菇 我们在地的 用沙茶 蒜头跟胡椒提升香气 再倒入每天早上六点炖的鸡高汤 最后还要一味画龙点睛 油要稍微再捧起来 你如果油冷凉紫都夹凉 总要像那些两夹凉都不夹 88岁的吴明栗熟练的 炸蛋酥 蛋液炸到金黄酥透 放进砂锅鱼头里面 吸满浓浓的汤汁 清澈的鸡汤融入鱼肉的鲜甜 汤变成乳白色 而且越煮越入味 吴明利的功夫菜不止一样 他自己发明高粱肉 先用高粱 糖 盐 还有独门香料腌制三天 加上新鲜蔬菜大火快炒 就是这间店的鸭香宝 儿子负责甩锅快炒 妈妈端盘子出菜 吴子俩在厨房里合作无间 这一盘高粱肉上桌 乍看很像咸猪肉 但却没有过重的咸味 只留下淡淡的酒香 跟肉本身微微的清甜 顾客俺哩要它得嘎 但一开始开店的运气不好 差点做不下去 我刚刚做事要多倒霉 口蹄 禽流感 莎士全部都来 觉得有点心晦意能你知道吗 连三年 口蹄 莎士 禽流感 客人来这边看招牌 卖猪假掉就走掉了 那就天天倒掉 靠著意志力還有積蓄 穿過疫情 口碑越做越好 客人川流不息 最高紀錄 他們曾經一天賺盡 28萬現金 黃彥堂回想過去 一時善念 真的影響人生 當初好心發擄豬腳 沒有想到有一天 我會靠著他 來養嬌活苦 心存一戀至善 會改變你的命運 豬腳出名了 越來越忙 黃彥堂完全不敢鬆懈 他想讓更多人 吃到阿婆的豬腳料理 要讓更多人知道 飄香百里的Q彈豬腳 背後有著翻轉人生的 動人故事